看到了一个七年级生 从脸书粉丝团分享自己的瘦身经验 如今他把这个粉丝团变成商机 他今年的营收有一亿元 瘦身网站搞创意 不但开发出属于自己的转属创意料理 甚至还开班授课 开启有氧课程 而这一切全来自于一位小女生 当初为了想要瘦身 在网路上开设的粉丝业 跟着员工一起运动 娇小的外表 可爱的外形 他是七年级生陈韵卢 不到三十岁已经是一间瘦身网站老板 其实他大二那年就有第一次创业经验 为了圆梦甚至放弃台大的学历 而让他走红的粉丝团 写的就是自己瘦身历史 自己当时的工作其实是在出版社 所以我对图文的这些东西是很熟悉的 那我当时的想法其实就说 如果说比如说年底的时候 我们这粉丝团要到三万人好了 那也许我就可以出一个这样类型的书 当初的想法是很单纯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 这个粉丝成长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这样图文的内容是大家很喜欢 那我们提供的资讯 大家也会觉得很需要 那后来才想说 也许它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商业模式 脸书的照片明显看出 以前的样子跟现在差很大 而粉丝团除了瘦身知识 插话更是一大卖点 专走女孩子喜爱的可爱风 超高的人气让业务扩展到团购网 除了自己研发健康食品 开设有氧课程甚至体育用品 你能想到的商机统统都有 每天他们都会丢很多很多的问题 还有他们的需求 他们的困扰出来 那我们就从这里面去发现说 到底哪些东西是他们需要的 是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为他们做筛选的 那经由这样子统整下来的结果 然后我们再去开发他们需要的商品 商业网络的陈韵卢现在进一步把媒介延伸到LINE 下载人次已经突破200万 让2012年才成立的公司 会员数已经突破51万 月营收大约600万 而今年更喊出1亿元的目标 而新卖点就是研发中的智慧装置 也让这间新创公司 虽然年纪轻 公司小 但野心绝不仅止于寿生网站 新闻新闻的云峰和钟台湾报道